这个小兄弟跟他一起挖的 16岁就出来挖石头逃生活了 哈喽 各位众众众们大家好 今天的话呢 大家来看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场口 这个场口的话叫做共散 它是与木纳相连 算是木纳的一个木尾了 我们看这边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啊 看到没有 这话大公司不给座 只有这种MC工人 可以少少的挖一点点 没有任何保护作师啊 很危险很危险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 因为他这个石脚下面已经捞空了 容易是发生一个塌方的 啊 看到没有 这边的话呢 石脚是比较好 所以说是他们还是冒险 会过来这边开采 这边的话呢 就稍微危险系数要低一点 但是的话那边的话呢 加到了这个灭洒泵的一个土层 东西这个场口的话呢 它这个土层还是要稍微猴层 就中上会稍微好一点点啊 再往下走的话呢 它这个好的石头不是太多 中上层的石头的话呢 它容易出一些小蜻蜓 表弟的话呢 去问了 有挖出来石头是吧 拿回去了 哦 拿回去了 今天出来了 拿回家去了 那边呢 那边应该也看不了 那边有没有有 已经掉下了 你看他笑容满满啊 还挖出来的啊 太热了啊 朋友都要休息了 你看他说把他朋友叫过来 我们要买石头了 哇一看呢 再也能漏 你看你们看这个MC公园的 他这个小兄弟跟他一起挖的 他16岁啊 16岁就出来挖石头逃生活了 哦 那是两兄弟啊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地方有点自然托杀的感 这个好石头啊 来追了一点光 哦 这个水头可以啊 这个话是爆了一点点了 感觉是有点花啊 哦 你看这里 上冰啊 这里这个种可以啊 自然托杀看到没有 发黑的看到没有 这个 但是不知道他们懂不懂这种货啊 然后这个地方黑色这里啊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呢 直接是荧光杆 已经删出来了 感觉上他还可以堵一堵这雪花绵啊 他不烂了 那要买了 对呀 对呀 哦 喂 然后对呀 你看他就笑了 对吧 这个料子他们可能不太懂啊 这一面的话是全自然托杀 肉全部发黑了 我们再来看背后 如果说我们不砍价的情况下 算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料子 这种MC咱们今天预到了 哦 要大几百啊 用料子啊 洗开之后五六万最少 那些嘛 加给你两百 你好 你好 新鲜来呢 那些 他说是这里的话呢 这个种的话相当OK的 他们也知道啊 就是说这个料子的话呢 还是OK的 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在大白天啊 你看都还有如此好的这个水头 如果说说是晚上的话 这种基本上是一灯爆了 东西了 你不要老步了 东西了 新鲜来新鲜来 两个人在这边的话商量一下啊 脸上有笑容啊 我估计他们也不是不识货啊 他说是这里的话呢 挖一个石头也是非常困难 不容易 三百万的话 其实和人民币的话差不多 万马块钱啊 这些也差不多了 东西东西东西 要了要了要了 以后的话呢 再挖出来好料子 打电话 我们害羞 这个的话呢 交个朋友 哎 交个朋友 来打工 拿钱给他 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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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我先来一百 来 打点小费给他 来 奥米巴塞了 奥米巴塞 奥米巴塞 那么这个料子既然是简陋下来 我也不一定就是非要卖这么高 你的串就OK 这个料子我们回去给大家洗一洗 如果你们想看这个石头里面有什么 想如何 那这个长口的话 它是不喜欢棉的 这些看看 它是一点一点欧进去的 看到没有 我们回去洗一洗就知道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里面有什么 点赞评论 找到开窗 或者是直接签上给你们看 好吧